曲名人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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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其实一辈子很长 对极快乐坚去忧伤 思念太远 梦想太长 我只愿情深在你的身旁 我是柳絮在飞扬 同一片天空 彼此受惡 我落在你的怀里 而你落在这么亲的土壤 我的妈呀 你见过没 反正我这二十多年 没见爸锻炼过 光看那干活来着 什么时候锻炼过啊 爱情的力量真伟大 什么意思 前两天我听胡美风说 要带爸回省城 见他家里的人呢 真的呀 我还挺担心的 你说爸要是去了 他会不会受刺激啊 受打击啊 不至于 你看咱爸内心相气质 对 跟咱镇上啊 跟他同岁数的人比 那强多了 是啊 那要横着比是挺强的 那得看跟谁比啊 那跟胡美风比呢 这胡美风 怎么真也比他小二十岁吧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是咱爸人生中 最关键的日子 开宫没有回头见 咱必须替他打气 对 走 爸 爸 爸 怎么样 你爸这小身子骨还可以吧 老话说的蹲对呀 活动活动 想活咱就得动 看见那刚才那两下子啊 跟二十多岁小伙子呀 二十多岁小伙子 咱不能跟人比了 但是二十多岁小伙子他爹 我可以比一比 是啊 起码咱那气色不一样啊 年轻 是吗 嗯 于昂 爸年轻吗 那起码精神多了是不是 这我爱听 行了 一会儿我再练二百五十足 练那么多干嘛呀 爸 就闪着腰吧 咱这个 不能光练 是不是得吃点好的 不不 是不 说吧 太对了 对对对对 想吃什么 爸爸给你们做 蒸羊糕 蒸熊掌 烧花鸭 烧泽 卤煮鸭 酱鸡 腊肉 松花小肚 腊肉香肠 红碗子 白碗子 南京碗子 四起碗子 三千碗子 炸碗子 汤碗子 豆碗子 豆碗子 等等等等 你把你爸当碗子了 行 今天晚上咱们就吃 碗子 小李 小李 那我找你呢 你们磕游印机 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没问题啊 您 您要印什么 这 这什么呀 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 对 我呢是想给咱们广播站呀 做一个收听调查 这广播还要做调查 这不咱们播什么 老百姓听什么呗 那不行 那不成了闭门造车了 这个传播学里呢 有一句词叫播出到达 就是说咱们播出去 是一回事吧 那群众爱不爱听 能不能听进去 又是另外一回事 懂了吧 胡副部长 这咋多少分啊 胡副部长 燕儿 你赶紧去忙吧 好嘞 我正找你呢 怎么了 我打算去余迅那里 搜集一下资料 下班前我就回来 那赶紧去吧 好 好 娘俩幸福一笑 好 谢谢叔师傅了啊 多少钱呢 老价格 四块五 这我儿子十二岁 就在你这照相 四块五 这现在都十八了 还四块五呢 您别照顾我这老太婆 该涨你就涨吧 我可没照顾你啊 谁让我们有缘分呢 可不是嘛有缘嘛 我们儿子啊 刚生下来的时候 满月就在你这照的相 这现在啊 照到十八岁了 成大小伙子了 苏师傅啊 那时候啊 你可是小伙子呢 现在成老伙子了 苏师傅 忙着呢 刘主任好久不见啊 副书记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 这就是光明照相馆的 苏万良苏师傅 苏师傅 这是陈副书记 这是黄秘书 陈副书记 你好啊 苏师傅 黄秘书你好 苏师傅 我对你的光明照相馆 可是九阳大名啊 您就是副书记啊 您好您好 您好大妈 副书记您好 我是苏师傅这儿老顾客了 这苏师傅啊 不但手艺好 这人品也好啊 你看这外面啊 啥啥都涨价 可唯独苏师傅一家呀 不涨价 你看这么好的人 得多表扬表扬他 那个那个大妈 哎呀 我们副书记 就是听说了苏师傅的手艺好 所以专程来视察的 谢谢您啊 您放心 您一定要表扬啊 那好那好 您忙苏师傅 改天我再取消贴啊 完了把钱给您啊 行行行行 慢走啊 您忙啊 快忙 那个苏师傅 你干请 副书记 这么想聊啊 对啊来来 副书记 坐坐坐坐 坐坐坐 坐坐 你俩咋不 没事 站着站着站着 你们聊你们聊 哦 苏师傅啊 看样子 你在群众心目中 地位还是挺高的 哎呀 我这个照相馆呢 开得年头长一点 老百姓呢 对我比较信任一人 能够得到老百姓的信任了 那招式的不容易 苏师傅 你们要好好珍惜啊 嗯 这个 照相的事情啊 我不是太懂 但是呢 我刚才去你的光明照相馆 逛了逛 发现 你的设备啊 还有中修啊 确实有点老旧啊 这不 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啊 这个情况 我也有所了解 传承固然重要 但是 我们要根据市场 的创新嘛 对吧 我们总不能 一直拿着老祖宗的饭 来吃饭 你说呢 啊 苏师傅 你可是我们县 优秀课题会的代理由 不能总盯着自己的一幕 再问你 眼光 要放远一点 要顾全大趣 此度 要更新啊 不是副书记啊 你这说了半天 什么意思 苏师傅 你看我们县 现在有很多家照相馆 大家都阵营得很好 风生水起的 唯独你家照相馆 这个价格 是不是有点太低了 哦 你是想我这儿价格低啊 是这样啊 副书记 你看咱们这儿呢 并不是很富裕 老百姓呢 兜里也没抓着钱 你说钱呢 谁不想挣啊 哦 我可以把价格太高点 但是来的人不就少了嘛 这样我价格压低点 这不人就多一点吧 薄利多销嘛 话是这么说 但是 女儿可不是这个女儿啊 你的交线管 价格这么低 真是 有意在搞搞性竞争啊 说好了 你这是服务于大众 说坏了 你这是在破坏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秩序啊 哎呀 副书记啊 我这照了一辈子像 怎么到现在成了 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呢 啊 不是 副书记啊 我呢 就是一个留下人间 美好瞬间的使者 我不是一个就地还钱 漫天要价的小贩 可是 数不奉陪 哎 老叔 哎 老叔你 老叔 那个 副书记 刚才的事别往心里去 小黄啊 以后 出来之前要把事情提前安排好 别到事搞得大家都尴尬 回去 写个总结 明天交给我 是 哎 副书记 其实这事也怪我 怪我没安排好 像老苏那种思想觉悟的人 就不该您亲自来看他 就应该让他去机关给您做回报 叫他去机关干什么啊 我就不应该见他这种人 机关是什么地方 机关是办公的地方 不是处理这种非短流长的底盘 你说那个老苏和美凤同志 真有那种关系 可能吗 他们俩相差得有二十岁吧 怎么不可能啊 这事好多人都知道呢 小黄你也知道对吧 我不知道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你跟春月儿关系那么好 行了 行了 一个优秀的机关干子 一个小个体户 我看怎么着他们俩都不可能 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刘主任 我劝你一句 以后啊 把心思多放在工作上 领导 咱们下午还有个会呢 咱们再带我快走吧 咱们下午饭 站住 大半夜的干嘛去了呢 那个我上河边溜达溜达 溜达溜达 一个人去溜达溜达 不快掉河里啊 还有别人呢 小鱼吧 你怎么知道的 你那点事啊 你姐早告诉我 就知道是我姐说的 怎么着 你们这个地下工作 准备瞒到什么时候啊 我俩没多长时间 那行吧 那天让小鱼到家吃个饭吧 干嘛呀 你不是见过他了吗 以前我见他 他是警察 我是老百姓 现在我是长辈 我得看看我未来的这个孤爷 您还惦记想孤爷呢 您未来岳父能不能相信你这个孤爷 还不一定 不是我说你们这点小事也跟我说吗 能不能干了 以后这种事不用给我打电话啊 行怎么着 吴师傅啊 您刚才说咱这锅炉有问题 对 我觉得咱们锅炉房的锅炉啊 很多地方有很多小毛病 我建议还是找厂家过来好好保养一下 咱这锅炉啊不是现在有问题 是早就有问题 这年初我就把报告打上去了 这院里啊也同意说换新锅炉了 别着急再等等啊 可是万一这换新锅炉之前 出点什么事怎么办 能出什么事啊 那咕噜就一大破底嘎子 他能出啥事 不是可是 可是外 你可是什么呀 你呀就是天天在咕噜房旁边住着 憋的 知道吗 那以前的咕噜天天也没人看着 他不也没出什么事吗 是不是 要不然我给你放两天假 你去陪陪苏主任 啊 这么多 喂 我是老钱的 怎么了 哦 我知道这个事啊 喂 宋师傅 哎呀我 怎么啦 不欢迎我啊 那我走我走 不不不不 希克啊 你这好久都不来了 哎大白天的你不上班啊 我就是来找你办公事的呀 哦 你看这个东西啊 是我印的关于我们广播站的问卷 你这不是有顾客来吗 麻烦他们帮我填一下 那 还真是公事啊 哎 哎 行吧 回头填好了我给你 哎 哦对了 刚才我听汪师傅说 你现在每天都锻炼啊 他懂什么都说呀他 那为什么好多事情都是别人告诉我 你不告诉我呢 现在我问你 上回你说那事还算数吗 什么事啊 哦好好好 回家的事啊 哎呀 恐怕最近不行了 机关的事特别多 我走不开 哎我跟你说啊 你不要为了见我爸才锻炼身体 你这把身体锻炼好了 应该是为了你为了我知道吗 哎 行了我先走了 我还去别的地方发问卷呢 嗯 再见 怎么了 谁惹你了 你说这刘翠岚怎么这么讨厌 就因为她 我被傅出去臭骂了一顿 哎呀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 当初调限半的时候 我就让你小心他吧 你不信 说吧怎么给你挖坑了 哎呦不是给我挖坑 是城门失火殃及吃鱼 我就是那鱼 还鱼不鱼的呢 什么意思 刘翠岚给傅出去传闲话 说胡跟你爸的事 副书记转头就带着我 跟他去招相馆了 目的就是为了见你爸 哎 什么时候的事 我爸怎么没说呢 你爸没事 这副书记倒是让你来拍照的 老太太给弄得下不来胎 你有一期没出仨 就把我给抽骂了一顿 是我不会安排 你说这刘翠岚办 这叫什么事 哎哎哎哎 你说陈副书记对我爸和胡美丰很关心 他还特意去我们家照相馆 就为了见我爸 现在重点不是你爸 是刘翠岚 行 这就是重点 陈副书记为什么要关心胡美丰和我爸呀 这就说明 他跟胡美丰关系不一般 这事可不是我说的啊 你说这刘翠岚吧 绝对不应该 姐 姐 这儿呢 姐 爸呢 爸 好像找汪出去了吧 说是送什么调查表 什么调查表啊 我不知道呀 不是 你伙计伙俩俩的干嘛呀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姐 爸有情敌了 爸有情敌 谁呀 我们新 叔姐 陈胜利 你俩干我什么事啊 您先坐好了啊 坐稳了啊 爸 这事情很严重啊 非常严重 什么事啊 爸 暧昧你知道吗 暧昧 哪家妹子 不是啊 形容词 就是说你 两个人 好 男女关系搞破鞋呗 怎么了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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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你们单位的事你说 那我们说吧啊 那个 胡美凤 跟陈素叔姐 他俩的关系吧 暧昧 怎么个暧昧 暧昧到了个什么程度 这 这我们单位同事都在这么传着呢 说胡美凤啊 最近总不在自己办公室 没事呢 就往陈素叔姐办公室跑 一进去 就把门关上来 好长时间不出来 两人在里边不知道说什么 而且爸 他俩以前还是大学同学 好像有那么点傻 那关系 不一般呢 哎呦 这怎么办呀爸 这事您可得重视啊 这美胖好些天没来咱们家了吧 哎 他是不是因为 您上次没答应去他家 他生气了呀 不 不对啊 他今天还让我发这个调查问卷啊 什么调查问卷 不不不不不在这儿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啊 啊 这胡美凤 搞什么鬼啊 您不解释一下吗 燕儿 我就是想调查一下咱们广播的收听效果 所以没有跟你商量 那你也不敢瞒着我呀 我没有瞒你啊 我是怕你平时写稿子太辛苦了 不想给你增加压力 好 就算您是为了体谅我 那我们现在在一个部门 广播站的事我有权知道吧 你真想知道吗 您说吧 广播站要撤了 我还在尽一切努力争取呢 包括你看到的这些问卷 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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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没在 谁大 你在家呢 小小子 快把门给吴叔叔开开 我妈说他 不在家不让我开门 尤其是你 这叫什么话啊 吴叔叔生气了 走了 吴叔叔 吴叔叔 你拿了什么 大苹果 来 怎么样 脚上的伤好点没有啊 不疼了 谢谢吴叔叔 快吃吧 铁蛋 你怎么不长畸形了 怎么跟你说的 兰花 他就是个孩子 真的啊 你这是干嘛呀这是 吴师傅 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们了行吗 要不是因为他 我真的没来在医院担下去了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说我们家那位又麻烦你了 没有 是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现在医院里的人 都对我指指点点的 您跟苏大夫 都是对我有恩的人 我不想因为我 让你们两口孙到别扭 这事是我们的事 不能怪你 怎么不怪我 护士长早就提醒我了 让我离你远一点 我没听 我就觉得你人好 又没人照顾 没想到真让苏大夫有误会了 你放心 孩子的病一好 我立马就走 再也不麻烦你们了 老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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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钱科长 我刚去看你们那个 咕噜房蒸气冒得厉害啊 那咕噜不就得冒蒸气吗 那不冒蒸气那是咕噜吗 那个 红灯一直在闪也没事啊 红灯 哎 干啥呢 你赶紧看看去 宋主任 你去咕噜房没看见吴师傅吗 没看见啊 哎 科长 您不是给吴师傅放了两天假吗 哎呀 忙忙忙 快快快快 快走看看去 怎么样了 科长 不好了 压力和水流线都已经上去了 吓不来了怎么办 崔总统 崔总统 我去 我需要人帮忙 崔总统 小科长 宋主任 来 宋主任 找到吴海生了吗 没找到 这样 一会儿再有人来过路上打热水 千万不能让他进去啊 我去找人帮忙啊 不能让人进啊 不能让他进 险后迟到了 又吴海生跑不了了去了 哪儿着火了 医院呢 医院 来来来来 让一让 让一让让 让一让让 陆海生 怎么才来啊 科长 好 工房怎么了 要炸了 该想办法都想了 捷起碗门酱片来 供水全门关了吗 不关不上了 你袖死了 我再去看看 让开 陆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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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够添乱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愿意进去啊 行 那我去 素质 素质 你听我说 你可千万不得进去 里面危险 你去了咕噜你也不懂 你也帮我上什么忙啊 你让开 不是 你让开 再说了 你是医院大达出事 这谁啊这是啊 你帮个怎么看的人 还有你 干吗呢 吴师傅 吴师傅 你来干吗 我来帮你 我不需要你帮忙 铁铛还需要你了 快走快走 我不走 你说我帮什么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你在这儿就是碍事 快走 你说我帮什么 行吧 你 哪里没 把人家演让我去找班嫂 好 给星光队打电话了吗 打了啊 打了吗还不来 不知道啊 你一定要再准备完衣服 给星光队打电话了吗 不要难лам 好 小晴 院长 怎么回事啊 公路压力宝报表 里边情况很危险 为什么不早点维修啊 不是你们快新锅炉吗 什么都等着换新的 拿你们干吗用啊 里边情况怎么样 院长 吴海生还在里面 他在里面抢修呢 院长 那个我拦了 我没拦住 我自己冲进去了 我告诉你啊 要真出了什么事 我第一个把你给撤了 我被撤了 那我被撤了 你怎么没想到 那我会被撤了 我被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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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吴师傅 怎么样 锅炉修好了 一切安全 关键时刻还得是你啊 来 带给吴师傅锅炉 好样的 没有你啊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觉得任小胡不是那种势力的女人 你怎么回事了 她不是那种人 不代表勾搭她的人为势力 是谁啊 谁啊 你能说说吗 这我还不能说 不是 你别话说一半啊 他就是势力再大 能是副书记吗 副书记 势力大吧 顶了天的 副书记吧 但是任小胡家呢 任小胡家官不比都大呀 人大老远跑来 家都不要了 你就开始怀疑人家 不合适吧 再说了 你们就要结婚的人了 就是人小胡这几天没 没来不是为了工作吗 你就那样想人家 不行啊 失败了 我还是心里没底 你不是心里没底 你跟小胡在一块啊 你是心变窄了 你现在还锻炼吗 还跑步吗 变呢 那你除了锻炼之外 跟小胡 你得慢慢地把心链宽一点 知道吗 虽然这次锅炼报表事故很危险 影响也很恶劣 但是我们从中也考验了某些同志的思想品德 吴海生同志和兰花同志 为了保护国家财产 不顾个人安危 积极妥善地处理好了这起事故 对于他们这种精神 我们提出嘉奖和表扬 好 现在我宣布 吴海生同志 奖金五百元 工资调整一级 狼花同志 奖金三百元 由临时工转为正时工 不错 调查得很充分 辛苦你了 既然调查结果您也看到了 基本上反映了 现广播在群众 生活中还是有存在价值的 那车广播站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暂缓 暂缓 不但不能暂缓 还要加速进行 为什么 你先别着急 梅峰啊 你给我看了你的工作成果 我呢 也给你分享一下我的 要见电视台 对啊 撤广播站 就是为了要见电视台 之前 之前没跟你说 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到时候 电视台建成啊 你就是咱们电视台 第一任台长 而且 还能满足我们县 广大人民群众的 精神文化需求 你说呢 胡台长 恕我直言 见电视台 是群众的需求 还是您政绩的需要 我觉得目前居民的收入水平 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 电视机家庭普及率也没有那么高 过早的见电视台 信息传达效果不好不说 还劳密伤财 就不能等时机成熟以后再换吗 美凤同学啊 你还是跟上学时候那个 倔脾气一样 一点没变 你知道吗 下来之前 有很多县都让我去选 我为什么偏偏选择咱们县 还不都是为了你 当初上学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 咱俩不合适 当初是当初 现在跟当初一样嘛 美凤 你了解我 我是农村的孩子 我一步一步 没有靠家里一分一毫考上了党校 从党校毕业以后 我一步一步地努力 干到了今天的位置 我现在是咱们县的附属厅 管理了几十万人的人 难道 我现在还配不上你吗 那只能说我是敬佩你 但是敬佩不等于是爱情 陈胜利 我再跟你说一遍 这广部站的事情我不同意 有事吗 是这样的 我一听胡副部长说 我们要撤销广播站是吗 是啊 我正在跟你们胡副部长 在谈那个事情呢 那如果广播站没了 我会被调去哪儿呢 我没说要把你调走啊 撤广播站是为了要建电视台 等电视台建成了之后 你就是电视台的主持人 怎么样 愿不愿意 谢谢领导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可是 你们胡副部长 不赞成建电视台 对 我不同意 你说的苏大夫真言也真够可以的 他男人在公路房里玩命 他就在外面看着连管都不管 这心敢真够有意义呢 可能啊 他们俩感情有问题 听说俩人分居有一阵子了 哎呀 那天你们没看见 兰花直接冲进了锅炉房 拦都拦不住 苏大夫是一点都不着急 那看来啊 兰花跟吴海生的关系 还真是不一般呢 他俩感情不和 没准就是因为他 要我选 我也选兰花这样的 找苏春玉这样的大主任是风光 其实啊就是个摆设花瓶 没错 我问你 建电视台的事 你为什么不同意 春玉 建电视台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这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我做了一下分析 从撤广播站到建电视台 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怎么办 做准备啊 正好业务学习 可以为做电视节目打基础 那老百姓呢 这段时间老百姓看什么听什么 那机关的信息怎么发布 为了创新 本来就是要做一些牺牲的嘛 春玉 你是公职人员 牺牲的一个人是咱们 而不是老百姓 你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本来就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要建了电视台 就没你事了 你要这样想的话 就太狭隘了 我都跟陈副书记说了 如果真要建电视台 我就不干了 你这是在拿你们的关系 要挟他 我们什么关系 你和陈副书记什么关系 你自己知道 传言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没想到 你这么庸俗 你 庸俗 他竟然说我庸俗 爸 爸 他这么说你女儿 你还有心心看报纸呢 庸俗这个词呢 是不太雅观 但是人家小胡同志 说得没错 你是我亲爹吗 他还没过门呢 你就胳膊肘往别人怀里拐 你甭管我这个胳膊肘 往哪儿拐 我问你 这个副书记是领导吧 小胡是你的领导吧 撤广播站建电视台 这是人家领导商量的事 你说你一个小小的科员 你掺和什么呀 我天天都蒙想着当电视台主持人 好不容易来了机会了 这混买风 竟然一下子就把我的小花苗给击灭了 孩子 这话你怎么不早说呀 参加工作那会儿你怎么不说呀 我记得你刚去广播站的时候 整天乐得屁颠屁颠的 是不是啊 就差每出鼻涕泡来了 对不对 自个儿广播一个吧 还拿个录音记录下来 反复的听 是你干的事吧 你那么热爱呀 孩子不能说你今天好了 你就忘记过去了呀 你能有今天 都是人家广播站培养的 做人咱不能忘本哪 可是 我也有我的理想啊 有理想是好事 咱别着急呀 咱得一步一步地来呀 一口吃不了一个胖子不是 你这样吧 明天见着小胡同志认个错 爸 你说的我都懂 我只是觉得 好不容易来的机会 没了多可惜呀 姐 你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啊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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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来 来话你们知道吗 就这 就是我之前 我从手术台上 我揪下的那产妇 现在整个月都在说 说我不如她 说她应该跟我很生在一起 我们整个月都传开了 原来我还生外面那女的 就是她呀 你等着 我帮你报仇序 行了行了 你先管好你自己的事 你姐和你姐夫的事 你别撒 进来门没锁 好 怎么了这是 你怎么来了 我这胃疼 本来还行 现在吧 疼得挺厉害的 有药吗 这不吃完了吗 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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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我为她了 那个 是 我们家 她 穿压告诉我的 她让你来的 不不不 不是不是 是还是不是 是这样 我呢 一来是来看看你 最近这段时间没有你的消息 二来呢 穿压说好多事情对不起你 她跟我说 说你在单位犯过胃病 我这就把药带来了 真的是这样 啊 啊 吹压这丫头吧 其实是个热心肠 就是嘴上太硬 是 是 是 道的嘴豆腐心 我说她好多遍了 这孩子呢也是让我给宠坏了 你啊 一个人把这家孩子拉扯大 哪能照顾得面面俱到呢 不生气了 我今天生过气吗 你最近 都忙啥呢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是不是春艳跟你说什么了 啊 那个 要是跟我说 说你跟那个陈副书记 是老同学 关系挺好的是吧 我说嘛 你现在来看我就是想问这个 对吧 也 也不是 我就是来看看你嘛 你是不是傻呀 我跟陈胜利四年大学同学 他追了我三年我都没答应他 你觉得我现在会答应他吗 对对对 来来来来来 吃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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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什么药啊 你别气我就行了 我 爱情总是 跟着那春天跑 我与春天 追寻着你的味道 追到天涯海角 也不止疲劳 美丽的距离 却变成了煎熬 我的快乐 变得越来越少 我与快乐 我与快乐 分享离别的味道 思念如飞雪 飘满了冰角 期待那重逢 给我惊喜和欢笑 看太阳升起日子在长高 我要 зап险 老色的爱 我去你 是youtube 蜡蜡的日子 你无法游戏 结树 冰角 我与你群人 要月亮初秋 岁月也要绕 每天我都在 想你快快来到 想着那温暖 温暖的拥抱 温暖的拥抱